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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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一夫二六三萬家 一個夫就是台南夫侈 有很多超過一家子 也是百年老店 甚至是結婚 所有無品的店家都有 不管是新郎新娘 買錢的買服補料 也是嫁娶買送的傳統買拼 那一家台南 洗幾間結束老店 就讓母仔再倒回去 有一句俗意說 一夫二六三萬家 這個夫就是台南夫侈 由荷蘭時期到冥甸時期 就作為全台灣重要的一個中心 在這幾百年來 不管是高級 林文 三藥 都一種在這裡 要有很多超過一家子 也是百年的老店 現在台南嫁娶三部 去的最好一集 就帶大家來老店驚託 準備嫁娶的東西 結婚 要賣的東西是百百種 為公園 訂婚到結婚 你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都有 其中這些東西 也有特別的意義 那如果台南 比較特別的 都過去了 就是說 因為這個 上列祖 古早發展到現在 如果台南 在家庭 插尖 買去工 學 買去工 訂婚 那些零數是非常多 有的 有的部分是要 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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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豬腳 以前 上列祖的東西 包括 餅 湯 包括 營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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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我有穿過 這個 閩南地區的習俗 這個好像台灣特有 因為台灣有做營餅肉 營餅肉 營餅肉 它的名稱叫做 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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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拿這個糊肉送你 它也行你 譬如說 這我幫你收 就讓它糊肉 讓大家行回來 不要把你折扳 這比較少 這點 這點 這點是台灣的 比較高利層的是吃茶 為什麼吃茶呢 因為這茶 這個茶 茶梨 茶梨 它藏一個本錢的本 所以 本錢的本 還藏一個人 所以 人的本 就是說 哇 這人來這裡 這人的 兩生的 學分 怕孫明 長 有人的意思 還有本錢 所以過去 大家想說 我比較想吃茶 第一 茶 是台灣的特產 第二 就是說 它的茶裡面藏兩里 有這個 有 很有 有 很激烈的意思 這吃茶 是台灣的文化的特性 如果想要吃 價錢的東西 就要介紹 威力中西区的西市場 台南人 熟親 大菜市 在EQ工業年建立 有到百年的歷史 是台南第一座 公營市場 正是帶動台南流行文化 重要的中業 所以一定要先來實在這個地方 新市場 當然是台灣 第一 台南第一個公有市場 而且是一個 想的就是 現代化市場 所謂現代市場 就是說它是一個 建築物裡面 然後它有分區 就是把那個蔬菜 跟那個 魚肉 豬肉分開 那基本上還有做排水溝 那還有做這個 衛生清潔的工作 所以它 而且有照明 所以它被視為是一個 台灣 就是說台南 一個現代化的市場的起端 後來到1920年以後 周邊開始發展 所以在1930年 林百貨先蓋了 要蓋商店街 然後莫廣町街道通了 所以呢 西市場前面蓋了一個 前草商場 後面蓋了一個 路店 然後再延續了這個 我們講的 Sakari 所以這裏形成了台南市民的 新的消費區域 它也是台南流行文化 城市流行文化的重要的場域 西市場是台南重要的現代化 商業設施 它的範圍很大 包含不一樣的建築軍 裡面有著雞肉器 設置的地板頂萬素 非常綜觀 我們現在的北京 北京這裡的外國麥店 也是 好好有名的 這個 社會文化 過去社會文化的歷史 就是台南市的 音樂法院地 就是在這裡 造就有很多 這些掛牆 讓這些 早期的掛牆 都是在這家裡煮廠 這裡過去是音樂餐廳 前面的主洞 就是有 東議洞 北議洞 中洞 都有三洞 這個就是我們 社會市場的 這個 古籍的主體 前面這裡還有外國麥店 再來 還有一個叫金車窗口 剛才離 這個 啊 太豬老的 那個 左前方 那裡 為建築規模 對人看出三市場的風光 在以前這裡是什麼都有賣 所以 訂婚也是結婚所有需要的東西 對得來到三市場的準備 過去我們 大菜市就是 三市場 跟雙場 來結合的 叫做大菜市 啊這家家 要吃東西 要買東西 一次构組 精品店 所有的這個布料 退驚 啊 你分散 喜慶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物資 都在這裡 可以一次构組 包括你 要做雷拼 要做 要做 這個 要做 紀袍 雷拼 都在這裡 改觀 所以說 過去 有開門的歷史 但是呢 經過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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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 盛況空前 隨著 世代改別 塞市場受到 第二次 世界大臣的影響 曾經 香港的市場 也漸漸沒落 後來 出一條 很多報店 變成南台灣 最大的報室 你台南人 嫁不嫁 嫁爭 買澎湃 就一定要來這裡 買部 和買什麼 說到結婚禮後 在無間的賬款和時代改變後 也有所分辨 為核種的變化 來了解台灣文化的恩情 有一段時間 台灣的孩子 在1940年代 結婚的時候 都穿日本的服裝 日本軍服的服裝 我有好幾張這個照片 他們結婚 因為去當日本軍服 所以就穿日本軍服 來跟新娘結婚 新娘用白紗禮服 然後這個就是 當時我講的 國民家庭 這是一個很少人知道的見證 就過去的傳統 的這個 風光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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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當包買我風光俠批 後來 世宗 和白色 和 戰爭的時候 出現了日本的軍服 和 白色這位結婚 和 前後 世宗 也有 國軍的軍服結婚 所以這個 這個核種的變化 如果 你找出的老相片 你看到 不一樣 時代的變遷 這也代表 台灣文化 他 雖然不長 但是他這年 那 非常的高 非常的 頂踏 非常的 豐富 現在 若是結婚 大部分的人想到的 都是 新娘親白世 新郎親世宗 日子的世宗 除了正式長 下親差以外 其實在以前是軍服 西村的起源 是從 英化百年戰爭開始 那時候雙方敬衛隊的制服 後來 慢慢 演變成 西裝 那個 傳進來台灣 是因為日本人 日本人 明治維新的時候 他們前面西化 明治天環命令了 他 派了他底下的 御用裁縫 到英國的 西比羅 去寫了三年六個月 寫好之後 再 回到日本來 所以日本的西裝 是全 東南亞 做得最好 最會穿的 你看看 那日本人 穿西裝的 照片 修的照片 就知道 每一個人穿得都非常得體 非常 合身 那台灣 穿西裝 是從日本人 學來的 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 教會了台灣人 怎麼穿西裝 那手工也是從日本人傳承的 現在在西市場裡面 也還有幾個經濟 西裝店 在在服務面上 要做 西裝外套 也就是西裝庫 都可以 安政西服 他是從 我們是繼承而來 從 我 阿嬤 在我 還沒有出事的時候 剛剛那個 1945年 戰敗 日本人 要走的時候 就從 帶我爸爸 從 跟 我阿公 從 安平 來到台南 做生意 租了一個小攤子 然後 因為那時候 景氣剛剛好復出 衣食住行嘛 大家都 比較注重衣服 所以我爸爸都 半夜坐 半夜坐慢車到台北 然後再買完布 再坐慢車 回來台南 差不多兩三天 就要跑一次了 大部分會來西市場 因為那時候 台南是有別的西服店 但是在這裡是 物美家人 然後選擇多 因為那時候 裡面大概二三子 一二十家 西專店 在以前要穿新衣服 露餐像現在這麼方便 在門市 也是網路上可以買到 都是要用定做的 所以要穿到一件新衣服 也是不簡單的事情 西市場是從 日本人撤退以後 就開始做 從布業新盛起來 那時候就是 大家都 因為 戰後馬 十一住行 然後後來 就變成衣食住行 吃得飽 我就會想穿衣衣 然後 當時也沒得 買現成的 就只有買布 自己做或訂做 或者買布給裁縫做 那時候 家境比較好的人會常做衣服 家境不好的人 是逢年過節 有分商喜慶 才會做衣服 所以穿新衣服 在那個年代是 很幸福的事 一年製造外套 看起來 補是簡單 其實在以前 也沒機器製造的時候 一頭手工的製造 是很費工 維尿性到彩虹都不可以擦菜 選布 然後選定你要的樣式 但是要做單排扣 酸排扣 然後來就 選定布一樣以後量身 量完身以後 假縫 就是用 那時候都是用手工縫的 縫貼 縫襯 縫毛襯 這個毛襯要手縫上去 然後這邊這一種 是現在 一般說的西裝 是用貼襯的 我們通常都叫它 半西裝 或者是假西裝 手工差很遠 這邊是用黏的 這邊是用縫的 這邊要縫 1440針 這個 剪好布 然後 內襯 這個 化結襯 貼上去就好 在頂上 可以看到一片一片 西裝的布料 上面有更寬容的時尺 經過不一樣的中央 選定要做的款式 你這套西裝 可以影響 穿菜的整體的方式 你夏天的話 大部分會穿淡色西裝 有從 白色 粉色 米色這一種 淺水色這一種 夏天大部分會穿這種 然後冬天穿的就是 黑色 藍色 灰色 比較穩重的顏色 如果說到嫁娶 除了新郎新娘會穿很漂亮的禮負以外 有些東西一定要傳給你 第一件送桌送舊 也關閉到民主的問題 對著一世人一次的結婚是非常重要 台南一般 嫁娶高雷所 這高雷所因為 含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 含這個人民 翁來有關係 那一般 古早 過去 含這個 要帶我以前 南路 雙方要學分以前 大家說要按這個 納金開始去 拿八里 再來下八里 之後去營營 營營之後 後來下屏 來大廳 再來就是 訂婚 還有結婚 這段時間 按照過去 就要送三個那邊 你去港拿八里的時候 那個納金你就要送 數邊 第二次 去和樂小廳的時候 你就要送四種邊 你就要送 四種邊 再來 到這個 要 你一定還要準備 對風 路風 所有需要的 這些 分額 所以 要送三個那邊 這是一個基本的 送魚拼 是新人向大家 分享結婚 氣室的每次 在台南說到魚拼 就要拿到 六個英水甸魚拼 是台南 夫社 分隔魚拼的 台瓶書 已經有百年的歷史 鐵宏 鐵宏瑞珍 他其實 他創立的這個 年月的話 也是很難說 不過大概 在 民國六年的前後 就是說 差距遠不會 差距太久 最早的話 他是 在那個 水仙宮那邊 在水仙宮 永樂市場裡面 那邊的話 早期 大概在 一百多年前的話 船是可以到那附近的 所以他 所以他 他當時是 有一些 剛開始 一些木材 一些比較重的東西 從中國大陸運過來 所以就 停在那個地方 然後直接上去 後來 他慢慢形成了集市 所以有些賣衣服的 賣餅的 賣吃的 甚至一些 據說 早期還有一些風化場所 就是 那邊都有 反正就 就 就變成一個 很吵雜的市場 然後當時 我祖父 他創立這家餅的時候 就是在 水仙宮旁邊 現在 在古英水仙蝶蝶 在第二次世界大陣之後 是 報來到英學路 祇堂上面 在這裡營約 也有七十多年的時間 現在從他爬上的爬木開始 做回來了解 台南傳統 中漢廟無話 因為 舊永瑞珍的歷史的話 他在 戰前 他是叫做永瑞珍 他是戰後 才 那個 才叫做舊永瑞珍的 然後你看這些 屏模 他只要上面 只寫永瑞珍的 那就是那個 戰前的 如果像這個 這上面寫舊永瑞珍的 這就是戰後的 然後 你看這個 戰前的 他那個 他這些圖案 他代表什麼意義 講世代話 我現在看我也看不太出 都看起來像是 葫蘆壽 或者升官花財之類的 然後他的 上面寫 結婚式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 日本的味道 然後一個大概可以做五金六金的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也是高的屏模 這個是用來做大概一斤的 然後這個是 中秋月秉的屏模 然後這個是永瑞珍 這個是舊永瑞珍 所以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這個是 戰前這個戰後 對 然後這個是 新型的屏模 這個算是比較 比較少見的 第一次送禮拼 台北婚都是他的 鄉親婚姻萬萬 第一次送禮拼 跟金牛上面也有合分 越重是越體面 隨著時代改變 在變的做形也有優秀不一樣 早期的人的話 他要吃到這種甜點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般來講都是 有特別的儀式 有廟會 有什麼才會有 所以我覺得以前的人可能很好養 隨便送他 隨便吃他都會很高興 然後當時送的餅 是以圓餅為主 然後 圓餅的大小的話 說實在的話 這個要看 你家的是富有還是窮 還有就是彼此的交情 然後當時一般來講 是送兩個大餅 然後這個所謂的大餅 跟現在大餅不一樣 當時所謂的大餅的話 一個五斤起跳 然後你送兩個 你可能是一個餅 然後一個糕 這個糕的話 就所謂像綠豆糕 鹹糕 涼糕 或者是一個餅 然後一個蛋糕 一個同樣大的蛋糕 這樣送過去算是很標準的尺寸 然後到戰後之後 就不一樣了 到戰後可能是大家的選擇多了 所以就是送一次餅 然後就只有兩個 好像是太單調了 所以才發展出來 六塊莊的餅 現在市民上的雷拼 選擇很多 古銀水町賣魚拼 優惡是傳統的漢拼 點來交白滷肉拼 竟是大家家裡的經典口味 在用料店面竟是有什麼改變 這塊香菇就是滷肉拼在用的香菇 這塊香菇就是滷肉拼在用的香菇 這塊香菇 用差不多70年了 都對日本同一個地方 我們家的餅的話 基本上所有的餅 都不是我們家自己發明的 基本上這個都是傳統留下來的配方口味 然後可能有加多多少少的改進 可是那是一點點而已 基本上都是鮮明留下來的 就只有這塊滷肉餅 它的確是我主婦發明的 然後當時要發明這一塊滷肉餅的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的台南守護 侯宇利 侯宇利他嫁女兒 然後他想要用一個比較特殊的餅 來彰顯它的豪氣 這一塊滷肉餅的話 它就不用白肉 它就用瘦肉 然後用香菇來做 然後在你五六十年前的話 你就是一般人 你吃飯你要有肉吃 就覺得非常不容易了 更何況你要把它當餅心吃 台面上的餅餅 有幾十種 每一個都是傳統口味 每一個餅餅都有它特別的地方 若是台南比較多的 就能看這味 烏豆沙這種餅 以我們餅店來講 這個是最古老的餅 而且是最基本的餅 然後基本上全台灣都有 不過有一點比較特殊的是 全台灣的餅 它所做的這烏豆沙 基本上都是用紅豆做的 就只有台南是用綠豆做的 至少是就我所知 它是綠豆做成餡 然後再把它加工成黑色 而不是用什麼黑豆啦 什麼紅豆做不是 然後傳統的台南人 特別是傳統的台南士生 他們吃烏豆沙就只吃這種餅 腰果五人這種餅 現在也是很少人做的 其實腰果五人的話 其實就是 你把它簡稱就是五人嘛 所謂五人就是五種餡料做的 像我們的腰果五人就是 腰果 核桃 蛋黃 葡萄乾 瓜子 因為在幾十年前 腰果很貴嘛 特別對一般人來講 它就會很貴嘛 所以 在五人前面 特別加兩個字 腰果 就是為了凸顯它的尊貴 在拼受到色華影響 大家的選擇也變多 古英水町魚拼團到第三代 在作命上面堅持傳統 維持好口味 也將這種情形團身下去 責任說責任是太沉重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你進一家店 而且這家店 特別是相中於老店 我這一輩子 特別是我年輕的時候 我可以吃好的用好的 基本上都這家店所給予我的 然後你再把它衍生出去 就是我這些東西 都是這些客人給我的 這些客人他們買我家的餅 然後才讓我可以去 很舒適的吃喝玩樂 所以我覺得我對這些客人 我覺得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責任 我是要讓他們維持 他們想要吃這種餅 他們就可以吃 然後他們可以透過這麼一家餅店 讓他們就是說 不管是緬懷 或者是那個 覺得他們沒有失去以前那些 美好的時光 傳統的家庭老店 雖然不依再歡迎 但是服務的心一樣不便 有完保持著一人的精神 為了要結婚的新郎 也是民眾服務 尤其就台南家庭三部 去的最后一集 下庭大家了解 就不會經常接觸的老店在市 竟然對台南家的文化發展 無價一部的領埔 和拜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